台湾人在大陆人眼中一般都是很有修养的 而且能够来大陆发展的 感觉他们一般条件都还不错 包含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 但是总有一些人带节奏 认为台湾人似乎来了大陆 我们当爷一样的供起来 提供好的服务 提供好的美食 提供好的住宿 慢慢的就养成了他们的优越感 好像人家自带逼格 比我们高人一等次的 网友说 为什么现在大陆年轻人这么反感台湾人 其实就是从小时候被教育台湾是我们的亲人 宝岛台湾阿里山日月潭等 长大后发现国家给台湾这么多优惠政策 人家根本不领情 热脸贴冷屁股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敌人 这种落差很伤人 可能就是太当兄弟了 他们就以为这些待遇是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吧 外面抹黑我们的人 好像基本都是他们 说的惨没人堵 妈中国最狠的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 80%都是台湾的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的吗 天天抹黑造谣 的确我们现在也是越看越讨厌 自己国家还有那么多贫困地区都没有普及到 这么好的条件给他们不领情还倒打一把 真的气死了 小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中国的现在实在是不领情就让他们自身自灭吧 实际上是如此吗 小周想说至少在我周边对台湾人并不是这样的看法 台湾人来办企业或者做生意的居多多半都是为了开拓市场而奔波 没有时间讨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情事故 干好自己的事业把企业的利润做好 为发展操碎了心 哪里还顾得上塑造自己的高逼格呢 台湾人一般在大陆除了跟员工和同事 一般也都是台湾人自己的圈子 因为其接受的教育大多是在台湾 所以非常的随和 而且具备一定的沟通和协作能力 对待大陆人一般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在朋友之间仁义道德充满不爱的也居多 我几年前在昆山城南高架旁的试塑公司活动 就结识了很多台湾人 他们认为发展是互利 大陆和台湾开始合作以来 的确在劳动力和产品的输出方面做出了贡献 但双方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利益 大陆各产业链齐全 台子企业有贡献 而台湾的企业发展中 需要的劳动密集型要素 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不少 所以不能单纯的理解为 一直给台湾优惠的情况 再者 凡是在大陆的台湾人都相当的低调 其实就是保持自己在台湾的风格而已 有时候昆山南站很多骑自行车的 或者是开电动车的 都是台湾很有钱的人 其实有一部分我们是真的看不出来 在我们的印象中 好像台湾人都是老板 应该开着兵力 奔驰等豪车 所以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给别人戴上优越感 高逼格的帽子的倾向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主要是反差和穷 教育从小到大都描绘台湾有多么好 多么好 只是暂时不在祖国的怀抱 长大后发现 台湾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样 特别是价值观 跟我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认知水平都不在一个层面 所以不太敢承认这种落差 而且人家的价值观会慢慢的刺痛我们的每一根神经 再加上很多大陆人都是过过苦日子的 看到台湾人在大陆都可以拿高工资 都可以做企业 做小领导 还可以投资 心理上是非常不平衡的 同样是人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台湾人可以办企业投资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吗 我们仅仅是人家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小族 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呢 这种差距让很多人产生了错觉 实际上都是自我感觉 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存在先天的起步差距 但是人格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觉得不平等 多数台湾人在小州的接触范围内基本都是这种 其他的我不太了解 大家可以说一下 台湾的修车工在无锡的广锐七配城 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 靠的是手艺和诚信 他们在大陆和台湾都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人家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他跟郭台铭这种大老板 我始终认为都是平等的 只是从事的行业不同 规模不同而已 但是在很多大陆人的心目中 郭台铭来了大陆 那就是市委书记和领导接待 好好地哄一哄 富士康多照顾一下本地的经济吧 而修车工想见个区长都难 别说市委书记了 所以立刻就在地位上给出了不平等的看法 这都是人的思想在作怪 其实和现在对待台湾的部分企业有什么区别呢 台资企业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 带来高额外汇的 那就欢迎高高供起来 稍微需要一些时间成长的 发展方面没有这么迅速的 就给出各种要满足的条件 否则滚蛋 到底是谁伤人呢 还有大陆人看台湾人 特别是还用钱来衡量 有钱的就是有优越感的 他就有高逼格 没钱就什么都不是 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思想 所以我一直反思 凭什么我们不能把健康 把善良把宽容始终放在前面呢 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比财富更重要 把善良带给别人 感染大家也比财富重要 当然没钱也是不行的 大家需要一定的物资 作为基础 否则会饿死的 但是不可以把任何东西 看得比钱都重要 否则思想和认知一定会出现问题 还有人认为 台湾人普遍看不起大陆人的 原因就是我们没钱啊 等我们有钱了 就能看不起他们了 我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就是有钱了 如果在认知上和价值观上 不符合世界的潮流 也依然不会有人认为我们是进步的 有一位网友说的话 大家可以听一听 看得起看不起都很正常 看看人家到底是接触了大陆些什么 就像是知乎里每天一堆人狂骂美国 说美国没落 美国虚伪 美国人为什么羡慕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同一时间也很多有钱人正在申请美国移民呢 什么人都有 这事儿不值得问 您认为呢 好了 本期小周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有愿吧 impactful 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